上面的參考解答 那這個參考解答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所謂的標準 考試的標準答案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這個考試 它其實不是要你全部寫出來 而是有點像填空題 然後呢 填空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會 把比較重要的程式碼 就是說把它變成一槓 你自己要把它寫上去 所以基本上它會有一個標準答案 OK 比如說像哪個地方 你會發現 後面這裡 這兩行你會發現它喜歡用Wiz 但是我不太喜歡用Wiz 那兩者差異在哪裡 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的話 這個地方 以後如果你看到兩個寫法 你也不要覺得不一樣 反正自己習慣拿這種寫法 反正你懂上面的寫法 跟下面的寫法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 只是說呢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跟各位講 第一個 如果你用Wiz 如果假設你Google 我看到這個 其實 基本上就是上面的寫法 只是說呢 如果假設你用到這個 物件的機會很多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物件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你會發現它名稱叫 out file 實際上我上面的名稱叫f 所以其實你這邊可以把它改f 但是如果上面改f的話 下面記得要把它改f 大概是這樣子 只是名稱不一樣 一個是放在後面 一個是放在前面而已 f等於 有沒有 ok 那如果你用Wiz的話 記得喔 下面的東西 就要縮排了 有沒有發現 它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用到這個f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在它的下一階 才可以被使用 所以呢 如果你有Wiz的話 那你用到f物件 一定就是在Wiz的下一階 的情況下才可以用 不然的話會出錯 還有呢 它這個地方 好像漏了一行 什麼呢 就是f.close 它好像沒加 這個其實需要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close掉的話 那它會放在記憶體裡面 ok 會把那個檔案給hold住 那會造成什麼 讀寫好像會有這個 Permission的問題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喔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想改成上面的方法 怎麼改呢 其實一般我的習慣這樣 我如果 我用Wiz的話 我會這樣 就是f 等於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不用什麼 s f嘛 這個就不用了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樣 json dump 然後呢 close 結果不一樣 ok 所以它會比較一下 因為你們將來應該會很常看到那個 這個檔案讀取的兩種寫法 這個當然就是個人習慣問題 我強調我個人習慣寫這樣子 可是呢 這個參考檔案裡面 常常會用Wiz ok 所以這個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要把這一段程式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比如說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三筆紀錄 那如果要把這三筆紀錄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汽車竊盜 欸 比如說呢 我的一個需求喔 這個難度又更高一些些 就是呢 把剛剛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的這個 就是台北市的竊盜案件 從104年1月 到110年的12月 等於是 這麼多年的這個紀錄裡面 總共有多少 那你把CSV下載 下載之後你可以看到了 那你直接打開 蠻方便的 然後 然後Ctrl向下 你可以看到它總共有525筆的紀錄 那這個是跟那個這個車子 汽車竊盜有點關係喔 甚至它後面其實也有那個什麼地址 所以有 你可以延伸就是 像那個 上個禮拜講到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 Excel Office 新的版本 Office 2013以後才有的功能 叫做 好像Excel的Maps 你可以 3D地圖 你可以再把它載進去 就可以知道說哪邊切的案件比較多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延伸 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檔案 幫我存成Jackson 它是CSV 我要把它變成Jackson 怎麼做 那當然最好的 理想狀態是 它以後是不是有個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 如果有個格式就是Jackson的話 那就解決了 可是目前看到 好像在新的版本裡面也還沒看到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我想 應該如果以這種趨勢來看 可能大數據分析的需求越大的時候 會不會慢慢會有這個Jackson功能出來 但是什麼時候會出現不知道 那只是說 未來如果即便有 那你可能要去買新的版本 你才有這個功能 OK 所以 當你還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變成你要自己去把它寫出來 那你要怎麼把它寫出來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把這個資料 把它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對不對 就是讀到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一個 就是 這個試題的解答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這一段裡面 第一個 第一個當然 假設我們 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如果說 我 可以把它轉換 這個需求是 字典裡面 加串列 再加字典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在 0602裡面 我有個示意圖 假如最後 我希望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 那就是什麼 第一個是一個字典 然後裡面呢 包一個 這個串列 這個串列的話 總共有525個 然後呢 這525個實際上就是 就是這個 也就是這個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把 這個 一列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放在 一個串列的一個 位置 然後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再用大瓜糊 把它放在一個字典裡面 OK 所以呢 它的結構基本上 跟剛剛那個結構還蠻像的 就是什麼呢 字典 然後呢 串列 再字典 OK 所以這樣的結構 可是要怎麼樣 可以把 像這樣的結構呢 給做出來 並且存檔 OK 那存檔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這邊已經有把 程式寫出來 基本上 存檔完畢之後 那如果我希望看到的 有點類似像 像這樣 這個 把它run一下 這個 最後 write 這一個 那這邊如果run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沒錯 就會產生一個 汽車.json 好了 OK 執行一下 這樣看起來好像 它出來了 沒有錯 沒有錯的話 應該理論上這邊 如果我希望 得到的是一個什麼 汽車.json 的一個檔案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那當然第一步 我們還是一樣 需要先把資料先取得 那取得兩種方法 一個用爬蟲 一個什麼呢 下載之後呢 再把它當檔案讀進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一樣 就是呢 我們先把這個資料先print出來 OK 所以呢 第一個用request.get get 後面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 連結給它 然後 encoding的部分 一樣是用cp950 因為這個 這個格式它用的是 這個 big5的編碼 把它print 第一步的話 一樣 把這個資料先把它print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就顯示出來 可是問題 它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 丟到 一個字典裡面 再把它存檔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